張華有民眾把車送到原廠去維修 但後來發現他車子被偷開出去 當代步車 甚至還違規 邊開車邊橫隔 繼續把客人的車子開出門 卻不停違規 直接跨越雙黃線超車 還不止一次 甚至在左轉車道違規執行 遇到了坑洞也沒減速 還一路開到其他的保養廠取料件 最誇張的是 技師疑似把客人的車子 拿來接送人 辦事情 這前前後後七個小時 居然足足開了八十公里 車主氣憤的PO上網路 痛批保養廠行徑惡劣 被指控的就是彰化這一間保養廠 民眾送車回原廠維修 但取車時卻發現 儀標版的里程數多了很多 調出了行車畫面 看到技師把他的車子 開著到處爬爬走 簡直氣炸了 保養廠強調 這八十公里是道路測試 不肯坦承既是有錯 車主事後向保養廠求償十萬 但雙方目前還沒達成共識 記者林一峰 彰化報導